我们这一小节就详细地看一下 这本书里面讲的几个设计的准则 然后也提问一下到底什么才是设计啊 大家可以通过 看这几个准则呢 对比着自己的学习或者说业余的做一些项目以及工作 或者说 自己之前想过一些关于设计的一些问题 对比着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认同 或者说你是不是能理解 准则一 小极是美 小极是美啊 其实就是说 书中啊 书中他提到一点就是 他特别喜欢那个甲壳虫那个车特别小 堵车风险也低 油耗也低 然后开起来呢也轻便 当然这个在国内其实并不是那么适合 但是在软件上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说我们一个工具啊 一个功能啊 或者说一个系统啊 我们尽量做的小 小而精啊 尽量做的小而精 你不要做的大而全 小而精就是说他能满足一个就行了 就是跟第二个准则是一样的 准则二就是说让每个程序制作好一进士 我觉得这两个其实说的是 一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把各个子程序都分开 让每个子程序都做好一件事情 然后呢 让每个子程序都足够的小 然后呢 我们所有的大程序呢 都是各个小的子程序之间的一个集合 一个相互传染的关系 并不是说我们上来就之后就做一个 大而全富而美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们可以引用那本 有一本书叫做大教堂与集市那本书 那本书里面就提到两种观念 就是要不然是教堂 就是上来之后 你就规划一个特别大的教堂 然后里面呢特别高里面各种壁画 各种雕塑什么都有 要不然你规划一个集市 集市就是说我们先有一摊卖苹果的 然后来了这个来了一个卖蔬菜的 然后又来了一个卖鞋的 又来了一个卖衣服的 对吧 慢慢的就把那个集市给积累起来 显然这个地方提到两个准则 肯定就是那种集市的准则 小集市美就是说我们每一摊都卖一个东西 你不要说这摊既买苹果又卖鞋 然后让每个程序制造好一件事 让每个程序足够小 然后让好多个小的凑一块就凑成一个大集市 也就是凑成一个大商场 对吧 包括我们现在超市里面不是也是这种吗 其实好多东西都是通用的 超市里面 就是货架上不可能说这个这个是卖牛奶的 卖牛奶的和卖的洗瓦水的肯定是分开 对吧 然后第三个是快速进入原型 你做一个东西啊 咱就拿四套系统来说 比如说让你去做一个Lenux 你会焖头做三年 做出来之后给客户用吗 对吧 你一开始规划了一个特别强大的东西 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一个月做不出来 你就做了三年 三年之后做出来之后 你给优户一看 有说不定不会满足他们的需求 他这个准则三个这个要求就是说 我们先把原型搭建起来 就是先能满足用户的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就放出去 放出去后让他们用 他们有什么需求反馈过来 我们再自己去升级 这个升级呢 可能是你自己主动的给他加一些新功能 也可能是用户反馈的一些问题 你来修改 也可能是用户反馈过来 就是需要他们诉求 他们有需求的一些功能 你加进去 总之是我们要快速建立原型 快速搭建出可用的东西 然后放出去让用户去用 然后用户用完之后 他肯定会有反馈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 他们的反馈也好 我们自己的规划也好 慢慢的把这个东西 一步一步去迭代 一步一步去升级 然后做起来 并不是说我们metow去做一个 想象中的特别完美的东西 准则四 舍弃高效率而取可一致性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程序 它执行效率很高 然后它就这地方能用 别的地方都不能用 但另外一个程序呢 它执行效率虽然说低啊 但是计算机的效率能有多低啊 对吧 它怎么比这个人算得快啊 但是它呢 它可以移植 就是说它可以拷贝 它可以复用 这样的话 我们就选择后者 因为高效率这个东西啊 相对于我们的代码的 可移植性来说 那简直是 就是优先机又低很多 因为代码都是人写出来的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一个组件 或者一个插件 或者说一个SDK 一段程序写出来之后 它只是高效而不能通用 那写出来之后 那我往别的地方放 还得再写一套 对吧 一个成熟的产品 写出来之后 其实是很费劲的 对吧 你要经过编写 经过测试 还有经过这个用户的一些 长时间的使用的一些 经验的一些积累 这是很麻烦的 所以说我们 首先保证的 就是说可移植性 就是它是能够 写完之后 它是能够复用的 是不是高效 我们是第二关心的 但是这个高效的问题呢 书中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 我们今年的产品 代码可能会有点低效 可能会稍微卡一点 卖一点 但是它会怎么样 它会被硬件产品的升级 而抹平 别说过三五年 过一年 一个硬件产品就不一样了 像屏幕啊 像摄像头啊 像CPU啊 内存啊 这个配置就呼呼的上来了 对吧 到那时候 你的软件自然就不会 那么低效率的 自然就 性能就上来了 好 准则五 就是采用 纯文本来存储数据 这一点 我觉得和第四点 也是类似的 就是 第四点是说 我们在效率和可 移植性上的取舍 第五点呢 就是在 效率和可读性能上的取舍 因为纯文本 它为了什么 就为了人读嘛 对吧 就是为了人读 而且呢 就是打出来之后 这个人分析 也好 读也好 更加方便 那你如果是存储二进制的话 存储二进制 那人基本上看不懂啊 就是什么反应 0101的 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 你存储二进制 那肯定是 更好啊 对吧 计算机它不是人啊 它是个傻瓜 对吧 它只认识二进制 存储二进制 可能存储的空间更小 存储的效率更高 对吧 而且程序之间还不用格式的切换 不用转码 不用格式的切换 但是我们还是更倾向于可读性 为什么呢 因为纯文本和二进制之间的转码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刚才这个效率的方式去抹平 就是可以通过这个硬件升级来抹平轻的这个转码的效率 存储呢 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存储硬坛多便宜啊 对吧 几百块钱买一个几T的 对吧 存储更不是问题啊 但是可读性就是个问题 如果是你弄个一堆数据 我读不懂 那你给我多少钱 我都读不懂 对不对 准则六充分利用软件更高效应 其实就是软件服用 软件服用就是 这个我们都提到好多次了 特别是准则四 准则四里面都已经提到 这个大家应该没有什么意见 就是我们写的东西一定要是 那个能抽象的抽象出来 能服用的就服用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是没有意见 准则七 使用十二脚本来提高杠杆效应 和可疑质性 这个其实和上面一个意思 只不过呢 是他把具体的解决方案说出来的 就是使用十二脚本 准则八 避免强制性的用户界面 这个我觉得也是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一些启发 就是我们特别是用惯了Windows 或者说用惯了什么Android手机啊 就是这些图形化界面的一些软件 包括用惯了这个 咱们的Word啊 Excel啊这一些 咱们所有的接触的东西 都是图形化界面的 对吧 但是哈 我们这个Lenicast和Unix的服务器版 或者说它它纯正的产品 它都是没有用户界面的 它都是没有这个 鼠标拖拽啊 什么那个画图啊 还有什么游戏啊 这些它都是没有的 它有的就是命令行 就是我们命令行 我们之前都安装NPM 或者说 之前那个开发行动的时候 也是过了 就Lenicast和Unix的服务器 那个版本 它都是命令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保持了这个准则 避免强热性的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 这个东西应该是作为一个 单独的软件来存在的 它不应该是一个系统的 一个必备项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用户界面 如果是我们的服务器里面 有用户界面的话 它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比如说 用户界面它会占很多的内存 本来是我们的服务器 内存就比较紧张 对吧 大家都想插一脚 都想占用一下 你要是用命令行的话 内存肯定占用的比较低 用户界面呢 你运行起来 那种东西战略的比较高 一上来之后 估计几百兆就没了 然后用户界面的输入呢 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 安全性的问题 就是它这个界面的交互 和系统的交互 肯定会入口会更多一些 它会带来安全性的问题 但是你用命令行呢 就没有问题 你用命令行交互比较简单 它可以限制住一些 特别复杂的交互 再就是说 用户界面 它的操作也没有命令行 那么高效 就是你如果学会了命令行 学会了那些命令快捷键之后 你操作那是非常非常高效的 对吧 所以说 这就是一个分离 就是我们的系统 应该是和用户界面分开的 不要强制去绑定 不要强制去绑定 用户界面 用户界面应该和系统分开 用户界面是前面 系统是那个 我们的产品是在后面 它们两个应该是一种 可有可无的 可以相互绑定 也可以拆出来的 这种一种关系 但是不能强制性的去绑定 准则就 让每个同学成为过滤器 就是还是这个意思 其实跟之前我们说的 小而美 包括每个程序 做好一件事 其实类似 就是我们每个程序 做好一件事 但这一件事 就是成为一个过滤器 过滤器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把数据 先到A程序中处理 然后出来结果之后 再到B程序中处理 然后出来结果之后 再到C程序中处理 这个我们等一下 我们要通过一个命令 来演示一下 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命令 来继续地体会一下 讲完那几个之后 我书中还讲了几个小准则 小准则讲了比较多 但是我这儿就 精简了几个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特别有用的 第一个是允许用户定制环境 就是说我们的环境 不能限制死 怎么怎么样 一定要允许用户去配置 我们在Linux里面也有好多的配置文件 对吧 在那个加募录里面 那个隐藏文件 这个当然不是重点 只是有点提一嘴 尽量使操作系统内核小而轻量化 这个其实也是和之前说的那个 小而美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内核要小 要轻量化 要包含最核心的API 然后那些 其他需要使用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扩展的形式来增加 通过拆掉扩展的形式来增加 但是呢 我们要保证 更加小 更加轻量化的内核 还是一个分离 结误的一个关系 就是内核是内核 工具是工具 拆掉是拆掉 对吧 我们要分开 我们不要把它做成一个 达尔权尔法美的东西 使用小小字母 并尽量简写 这个是Linux里面 明明规范 我们在写代码的时候 也是可以参考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Linux里面都这么用 你代码中这么用 肯定是没有问题 大家沟通上肯定是没有问题 大家记住 使用小写 并尽量简写 比如说我们写list list我们就可以写成ls 好 折准则 陈墨试金 陈墨试金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们也等会 也会演示一下 他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要让你输出一个数 是什么呢 是 必须是数字 那比如说你可以输出100 输出200 输出300 输出10000 输出1 输出2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是遇到 它的结果不是数字的情况 下你怎么办呢 陈墨试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遇到结果不是数字 那你就输个0 或者说干脆什么都不输出 知道吧 就是有数字的时候 你输出个数字 比如输出个100 输出个200 如果这个格式不是数字 那你就不要输出 那你就不要输出或者输出个0 这是正确的 那什么是反例呢 什么不是输墨试金呢 比如说你输出一个 这不是一个数字 输出这么几个字 那就毁了 为什么毁了 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 输出数字是数字格式 你如果是数字没有 你输个空也好 输个0也好 它都是这种数字格式 但如果你输出一个 这不是数字 这几个字 那它就成为组组格式了 对吧 那我们的 以后统一的规则就变了 是吧 这个我们等会去 演示的时候 我们会简单说一下 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 我们要以小的个体 来组成一个大的整体 并不是说 我们一上来 就是整一个 强制性的整一个整体 这样的话 为什么叫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呢 就是说 如果遇到改变的时候 我们如果是都混在一块 那改变就会带来 很高的复杂度 那如果是我们分成各个部分 那各个部分的改变呢 就会 不会影响其他的部分 这样的话改变就相当简单一些 对吧 寻求90%的解决方案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这个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说 你的一个产品 在面向运户的时候 你根本不可能满足 100%用户的需求 根本不可能满足 所有用户的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你要寻求90%的解决方案 如果100个人来用我的东西 我只要满足90个人就行了 剩下10个人 你爱用不用 你自生自灭 对吧 我不会去花很大力气去解决你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 无论哪个行业都有一个二八定律 什么叫二八定律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花20%的成本 来解决80%的需求 大家注意啊 我们花20%的成本 可以解决80%的需求 也就是说 如果80%的需求都满足了 剩下20%的人 他在提需求 那基本上我们都需要花很大成本 去搞定他们 这样的话 我们的收入产出率就会很低 所以说 你如果是想要做一个 通用性 然后传达广泛 然后就尽量能流行起来的产品 你一定要满足这条准则 就是寻求90%的解决方案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完美 这样的话 你不是搞艺术 你不是搞创作 你做不到完美 还做不到完美 那些在发布会上 号称自己是追求完美的人 都是骗人的 他们的解决方案 不可能追求完美 OK 那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什么叫陈某诗经 和让每个程序都成功了一句 这我们只能是演示这两个 那么其他的那些 我们不可能说去演示 比如说 第一个准则 小级是美 那我们怎么演示 就我们不可能去写一个 挺麻烦的程序 来演示这个准则 对吧 我们只能是通过这种 描述文字的形式 让大家就去认同 并且向你介绍这个准则 所以说我们这就 势力性的演示一下 这个陈某诗经 和让每个程序都成功了一句 到这呢 我想大家应该是能体会到 今天的主题就是何谓设计 就通过这几个设计论则 提问一下什么是设计 应该是有一定的体会